上海发生的疫情 我们有这个担当 要把我们的生产要维持起来 大家其实对这个疫情时间长了之后 其实对正常的生活 正常的经济 还是都有这个话题 上期前来人面诸多困难与挑战 计划在风险可控的全体下 启动压力测试 抬摩南点诺点 为正审不公破产做好阶级准备 目前已经对供应商产能 库存原料等进行了全面摆摩 同时也在一起关注 夏季供应商的能源动态 生产情况 尽可能持续输出夏季供应商 加快流程推进 保育国产工作 我们现在大概单班的产品 大概能用到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这样一个区域 实际上应该说 它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去提升 困难就是我们这个物料 我们整个供应链因为称势不起 我们总能说是通过这个压力测试 能够看清楚我们的管管在哪里 需要怎样的改进 随着生产不供不产的规模不断的增大 我们返岗的员工也在不断的进入到厂区里 从整个封控期间到现在 我们公司一期装置实现了满负荷生产 没有受到这个 由于疫情造成的降伏和 上海市进行封控管理以后 这个包括外省市的这个疫情 也有一定的发展趋势 那么对我们整个的物流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到今天为止呢 我们的物流通道也在逐步的打通 所以我们现在长三角 所有的相关的这个上下游 已经可以联通在一块 我们的二期装置 也已经开始进入这个生产启动的阶段 接下来我们的生产负额还会不断的提升 将达到全场的75%的过程 我们是整个从疫情发生以来 其实我们就没有停过工 没有停过产 我们来到人数呢 其实有40%的总人数 但是我到疫情的员工呢 有75% 然后呢我整个生产的这个负荷 就是我到产品的负荷应该有 有益前的90%差一点 一些这个工业物资到进来 尤其是从外省到我们公司 这种呢估计还是受到一些影响 那么幸好呢金星伟呢 也给我们颁布了这个通行证 那么也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随着这个政府进一步有些要求复工复产了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 还有一部分员工要进一步要补充到我们这里来 我们这个签计这个停下来之后 就要重新这个恢复过程 那么实际上是一个很长的电 Megan 但是现在开始拉动了 我们也觉得在疫情防控的工作当中 给我们也积累了很好的经验 确实压力也比较大 但是毕竟在挺住 在坚持住 这是我们必须应尽的责任